進行到第三節 後半段 當然其實他在台北 這個主場之咒 上一周他們只有一場比賽 所以他們其實針對富邦的戰術 是練得非常的勤 來 廷恩 外線出手 這次有 這個390很關鍵 對於蔡瑋來說 一上來 你登陸12個 你不讓這些有登陸的其他拳 不要管年紀 不要管他的一些狀況 就讓他去試試看 有時候練球的狀況跟比賽是不一樣的 來 廷恩 他從側邊來推進對球危險 再接啊 完全被對方拉開兩位數 廷恩這次一高人膽大 是 他現在就需要他的大心臟 對 因為其實他打球是比較不按牌理出牌 因為他有他的 不是機器 不會每一個人每一場都有一個高水準的演出 哇 林志偉這一位前壯人 現在這個壓力反而丟到台北這一邊 在剛剛第三節後半段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十多分的領先 沒有想到 賴婷恩 賴婷恩殺傷是挑戰 戴帥夫沒有 賴婷恩 我想這個不管是球隊也好 這個 取勢皆然 賴婷恩 哇 這時候 哇 這一次的分球出攻 哇 而且 而且這來到第四節 你有沒有發覺 張博偉 張博偉好像落跑了 只叫你過來啊 這場的英雄是大家 大家努力而來 然後中場 也輸太多分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 對啊 然後我上去的時候 就是把自己的表現打出來 然後大家能夠一起 團隊運作 對啊 在落後那麼多的時候 被教練派上來 那時候有沒有想說 其實給自己設定的是什麼 什麼狀況 希望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不過接下來 成功的打亂了對手的節奏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 這就是你要的 其實上去也沒想太多 就當做正常的比賽 對啊 而且比賽還沒結束嘛 所以分數的話 就不要去想它 然後最後大家都能夠 一起團結起來 才贏到這場勝利 對啊 那平時在訓練的氛圍當中 你就應該都知道 其實徐昕哲教練 用兵習慣 你也知道他隨時會讓你上場 那訓練的時候 你怎麼告訴自己 要維持好一個狀態 其實自己都有自己的預設 對啊 然後隨時隨時準備上場 因為新秀嘛 你也不知道什麼上場 然後能夠好好的表現 然後去融入這個球隊 對啊 好 拿下了八點線之後 現在球隊衝上了聯盟第一 這個賽前兩顆茶葉蛋 感覺效果還不錯 要繼續保持下去嗎 呃 其實就是 填飽肚子啦 然後再要立即打球吧 好 謝謝廷恩 恭喜 謝謝